《大乘经庄严论》 下面我们开始讲《大乘经庄严论》 《大乘经庄严论》最近可能意识不是很好懂 那我们《大乘经庄严论》当中现在讲求法品 求法品所求的法有教法和正法 正法有十一个科判 其中我们前面讲第五个科判以上已经讲完了 我们今天讲的是第六个需求法相 其实这个法相还有名相 还有实相 这三者我们在《量力宝藏论》 包括其他的因明和中观当中也有涉及到 但在这里的理解方面稍微有所不同 这里是按照为始终的一些观点来讲法相和实相 名相 那么以前我们有些是以近部和由部的观点 就是或者说以因明的观点来解释的 那么我们今天在这里所讲的内容是什么样呢 首先颂词上作简单的字面介绍 也就是说 下面《大乘经传》当中有很多卫世宗的观点比较相同的 但这种卫世宗的观点实际上是大乘的 中观和卫世都可以共同承认的 这么比较特殊的名相 我们这里求法的时候要懂得法相 这个懂得法相为什么这么说呢 大慈大悲的佛陀为了利益天下无边的众生 让他们不会变成愚昧应该具有一定的智慧 他就正式宣说了法相和实相还有名相的分类 名相的一切分类 这个是我们后面还会比较细说的 所以这是一个略说 我们这个课盘应该有八个颂词吧 其中这是一个略说 稍微广说的话 心机有见者比为不前辨 此时相分无有量 这个算是广说 这里说大慈大悲的佛陀宣说了三种相 那么其中我们在这里说的法相 它用五种诗来表示 这个五种诗学过俱舍论的人大家都知道 我们经常讲的五诗 五诗的话 五级也可以这么讲 那么五诗的话 一个是心 然后心说 还有不相应心 无微法 还有舍法 先舍法 然后心 心王 心说 然后不相应心和无微法 这五个 这五个分别是什么样的意思呢 比如说舍法有五根和五金 一而必舍生无根和舍生显微粗 五金 这五金叫做十种诗法 当然《俱舍论》和《智者入门》当中 还有其他的诗法也可以加在上面 总共有十一种 这是第一个诗法 心王有六诗句或者八诗句 然后心说有五十一种 不相应心 德啊 畏德啊 通分啊 命啊等等 总共有二十一 不相应心有四十种也有 二十一种也有 不相应心二十三种吧 二十三种 然后无微法觉则灭 非觉则灭 还有虚空和正乳 当然也有八种不同的 俱舍论上下的观点都不同 那么其实这个 刚才讲的五种诗 所有的有微法和无微法都包括了 因此我们这里所谓的诗相 那么这几个按照颂词里面怎么对应的呢 颂词当中 心 幽见 还有 必为不前一 这几个表示五种法 刚才五种诗 第一个是颂词当中的 心实际上前面讲的 心王 也就是说六种诗句 幽见 幽见有两种 一个是它的对境 还有有境 对境的话就是无境 还有无根 这个是对境的 无根和无境作为对境的 然后能执着它的心实 五种诗的话 应该是有境的 那么作义的话 它的行锁 在这里 幽见它可以有两个意思 一个是色法的意思 色法的话 无根和无境 还有一个行锁 信锁的话 要执着或者取对境的作义 作义是一个信锁 所以说这个是 幽见当中有两个 比为实际上就是说 信和信锁 还有色法的氛围 比如说得到 没有得到等等这些 其实既不是色法 也不是信法 凡是有一个特殊的 这样的有为法 这叫做相应性 不相应性 这是不相应性的 比为用 不谦变的话 讲的不是因缘造作的 远离一切生灭的 这样的无为法 我们四种无为法 这五种诗实际上是 它包括在法相当中 包括三相也可以说 因此三相的建立方式 有些也是不同的 比如说安慧仁师的观点当中来讲 刚才这个信网里面 它可以分能取和索取 能取指的是诗句 索取的话是无根和无精 它是从信网当中分这两个 刚才五种诗当中的 心当中分两个 这是一个是在信网当中分两个 一个是心当中分两个 实际上观点都是没有很大的差别 只不过分法不同而已 因此它这里我们要讲到 按照卫世宗的观点 实际上跟《小乘居士论》里面讲的无事 也是基本上相同的 因此佛教分心和心所也好 色法还有不相应心和无为法 这个是很重要的 每一个佛学的修行者也好 研究者对心和外境 或者说有为法和无为法 佛教的整个一切所知 一切知识 一切万法 它可以包括在这五个诗当中 首先我们可以说 整个所有的法 要么是有为法 要么是无为法 因缘所造作的 这个是叫做有为法 因缘不造作的 无为法 有为法当中 心法和舍法 舍法无根和无尽 无根和无尽 心法的话 心网和心所 心网 我们刚才讲的 其实这个分析方法我觉得 现在的很多心理学 现在的很多有些学科 其实他们分析的并不是那么满意 说实在的 我们有些时候 本来心理学的历史也并不是很长的 它不到一百年的 心理学虽然现在是很出名的一个科学 但是心理研究的话 它的分类分析就没有那么到位 还有其他有些宗教虽然对心理有一些分析 但我们也可以对比一下 我并不是说佛教唯一的太了不起 不是这样的 但我们应该可以分一分 佛教的这种分法 心网和心所可以怎么分 心所可以分很多善心 恶心 无极的心 这样分的时候的确是我们分析心理的方法是非常好的 以前我们读一些心理学的时候实在是不满意 然后后来遇到一些居士 上阿比达摩 上阿比达摩的这些观点的时候 的确是分得非常到位 在西方的时候有些学校的心理学老师 我们在沟通的过程当中他们以前不是学佛的 后来他们学习佛法了解一些俱世论的观点 然后他们西方心理学跟东方佛教的一些 威士众和右部的观点结合起来分析的时候 他们觉得特别有意思 研究心理方面的这些分裂就非常有意义 因为大家都知道现在很多科学家 他对分裂 他的定义 他的一些作用 他前面的因和后面的果这方面现代也是比较感兴趣的 尤其是一些专家和学者愿意在这方面下功夫 所以今天虽然他跟接近为师众的观点 但是这种分析方法应该是 我们自己在分析的过程当中会知道 这样以后万事万物都可以包括在五种诗当中 五种诗的分析方法是这样的 下面就是说 下面讲三种法相 三种法相我们经常讲的一个是边际法 一个是一塌际 还有一个圆强诗 这个是每次我们学中观也好 学音名也好 包括学大圆满的时候也经常遇到这三种法 所以有些道友一提起这三个法的时候 就开始想内观 那个时候因为一提起边际法 边际法很难懂的一塌际 一塌际很难懂的法里面经常遇到这些 表面上看来比较难懂的 实际上这三种法相它里面有很深深的意义 我们好好地去思维观察的时候 一方面有理论很好的一种 我们理性地可以去思维的 还有一方面它有很多修行的内涵在里面 因为你懂得了边际法 边际法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我们现在正在耳趣的显现 叫做边际法 我们正在像做梦一样的 整个梦的整个景象 这个叫做边际法 耳显的因 耳显的过程 或者它的形象 什么是一塌际呢 整个迷乱显现的根源 它的因叫做一塌际 因为依靠一塌际而显现边际法 什么是圆际识呢 所谓的圆际识呢 当你的耳趣显现已经灭了 虽然显现 但实际上它的本体是不存在的 另一个部分叫做圆际识 如果我们归根基底的话 以后就说什么是边际 边际的话就像做梦一样的 虽然显现 但实际上它是迷乱的 整个现象的过程叫做边际的 因为它是 怎么说啊 我们藏文当中是根达 根达的话 它叫做一种加厉的 实际上是不存在的 但是我们的分别念开始变出来 不是那个 这个边际是怎么解释的 汉文当中 就是普遍地去分别念 加厉的 怎么讲 根达 应该是什么 好像字面上有点边际 然后什么是一塌际的话 依靠某个这样的迷乱显现 依靠某个因缘而产生的 比如说我们做梦 我做一个 比如说做个很开心的梦 很伤心的梦 正在这个迷乱显现 叫边际 我做梦肯定它有一个因 或者是白天很思维 或者是它有自己的一些习气 这个因缘叫做一塌际 然后我做梦的整个过程当你醒来的时候 那个是一种迷乱的现象 不存在 正在做梦也实际上它是空的 这个叫做圆城市 实际上卫世宗他只是这样讲的 但实际上我们现在的生活 今天我正在讲经 在经堂里面这样的话 实际上是边际的迷乱显现象 我们为什么所有的众生在这里显现 每个众生有他们迷乱的一个因 当我们正在显现 认识它的本体的时候 当下都是空的 这个是一塌际 不是圆城市 应该是从这样来理解 下面就是说边际边际的法相是什么样呢 他这里说是 什么是边际法呢 边际法的法相我们都知道 就是我们前面 刚才也讲了 五种法已经从边际 一塌 还有显现 这三个一个是显现的部分 二趣显现的部分 一个是二趣的因的部分 一个是二趣正在不成立的部分 从三个方面来可以分析的 首先我们讲边际法 实际上边际的法相是什么样呢 一圈作一相 全是指的是名称 能圈表的这种名称 名称作一相 意思指的是对境 外境 比如说我们说瓶子 瓶子的话 通过瓶子的名字 知道是装水的东西 这个是义 然后我们以他的名字来 名和义混合起来 最后出现一种执着 执着一种相 这是边际的一个因缘 还有一个因缘因与 这个因缘跟他的习气 我们每一个众生 无始以来都是 能显现这些东西的一种习气 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的任何东西 有些知道这个叫做瓶子 瓶子 我们会说的 有些虽然不知道他的名字叫什么 但是将来可以执着他的有一种习气 在他的相续当中应该是有的 比如说像牦牛的话 它可能绿草 水这些 它不一定叫得出来 这叫做绿草 哦 它不一定叫出来 但是它有一种执着 它就知道这是绿草 这是瓶水 虽然它没有这种名 但是这种名将来 它可以承受的一种习气应该有的 这叫做可以承受的习气和 已经成熟的习气 比如说我是一个印度人 但印度人他可能用印度的语言来 这个瓶子叫什么 他会知道的 但是用藏语和汉语 他不一定知道的 因此他看到这个瓶子的时候 他将来知道 印度语言是他已经成熟了 这种习气和名称混合都已经成熟了 但我们其他民族的语言 他还没有成熟 但将来如果我给他教 这叫做瓶子瓶子 或者是瓶巴 瓶巴 我们藏语叫瓶巴 瓶巴 瓶巴 给他教了几遍的话 他最后看到瓶子的时候 瓶巴 瓶巴 它会说出来 这个是可以成熟的 那么这两个编辑法 就把意义和名词混合的东西显现 其实这个是一种加厉的 你看这个上面瓶子 称呼的老师 刚开始他们叫做叉叭这样讲的 但实际上叉叭这几个字也好 它的真正意义在上面有没有呢 也没有的 其实这个叉叭不仅仅是 给他用名字叉叭 我也可以叫叉叭 我也可以叫瓶子 坎坡瓶子 这样的话 一旦人们都已经说 知道我是什么瓶子 不是活佛瓶子 是坎坡瓶子 最后我也可以叫瓶子的 这是我们的名称 实际上并不是在真实的意义当中 这样一来 名和义应该是加厉的 不是加厉 但是我们在众生的迷乱面前 它可以现前的 这是第一个边际的法相 因与谜语 显现谜语 我们刚才讲了 不管是大象也好 群毛也好 还是世间的任何东西某个法对它立为名称 立为名称之后人们的生活习惯当中慢慢慢慢 比如说我们说苹果手机 可能一百年前 我们所谓的苹果就是经常吃的苹果 现在每个人拿苹果手机的话 苹果4 苹果5 人们的这种习气已经在手机上面 这样的话 名称跟外形或者说对食物 两个都是已经混合起来了 我们的执著跟名称 还有外在的东西 这三个已经混合起来 这样说者说你给我苹果手机拿来的话 听者马上知道说 哇 它所谓的苹果不是吃的水果 应该是那个手机 因为大家已经有相同的一种习气和概念融合在一起 那这样的话 名和义慢慢慢慢执著成 显现为名和混合的这样的 但实际上它并不是真实的法 非真分别因 不是真实的 为什么不是真实呢 因为苹果跟外面白色的这一块东西 这两个实际上并没有真正实际的观念 实际的观念 比如说这个必须要叫苹果 除了苹果以外 任何东西都给它不能称呼 在它的名称 食物的本质上 并不是无力无合的 这种关系也是没有的 这个苹果也可以叫苹果 这个也可以叫苹果 因为这是人们随着我们自己的意念 习惯性地给它称呼而已 这样一来 它不是真实的 如果是真实的话 那它不是编辑法了 它应该是原诚实或者是真实的 所以我们世间上任何一个万事万物的法 实际上都是假命的 而且这个假命跟我的分别念之间 的确也是没有很直接的观念 只不过是一个迷乱的习惯性的 习惯性的一个观念 我们大家都知道吧 这样一来 按照卫世众的观点 如果讲得稍微深一点的话 我们生活当中习惯性的 这个叫做书本 这个叫做莲珠 这是我们觉得很室友的东西 但实际上这个也可以叫莲珠 这个也可以叫莲珠 为什么呢 因为所谓的莲珠 是一个家里的名称 而且这个事物也是家里的东西 这两个之间 根本没有不可分割的关系 完全都是可以脱离的 这样一来 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的所有这些法 实际上是一种名称上也好 它的本质上也好 都是一种家里的 并不是很真实的 不过我们在生活 依靠家里和这种稳固的习气 也可以完全运作的 就像如梦如幻当中 如梦如幻的生活一样 这样以后 我们去深入了解的时候 去懂得一切万法为心造 麦芬仁波切在《中观众严论》诗当中 也讲了很多很多的窍诀 作为大乘修行人者的话 那么一定要懂得中观和无畏识 这两个不可分割的关系 因为中观抉择的 一切万法为空性 那这个空性之前我们先 万法抉择为性 抉择为性的时候 首先知道 我们现在所看 所想 所作所为 所言 所行 一切的一切其实是没有跟实际的 这种万法的本质是不可分割 或者说完全是十有的 这种关系就没有的 因此通过这种观察的方式 我们知道一切万法都是加力的 我们今天讲到边际之法相有两个 一个是习气为主的 一个名义混合 但是它不是正确的 它是一种分别念加力的 这两个道理应该要懂得 好像在佛经里面也是讲过 诸法无名字 以名字而说 一切诸法是没有名字的 但是我们用名字来说的 此法非实有 以分别而生吧 这些法不是实有的 全是以分别法而产生的 就是以分别法而产生的 好像《大圆满信心修行》里面应用 《瑜伽实地论》吧 说一切边际法无而密心生 一切边际法实际上根本是不存在的 只不过是迷乱的心而产生的 其实说的这些道理都是应该相同的 因此我们可能因为世间关系 不然这个边际法如果按照卫世宗的观点 结合起来再分析的话 其实为什么很多大圆满的高僧大德 先讲万法为俱赐心 包括我们讲大圆满信心修行大持手的时候 就会讲很多的心法 这个心法要讲的时候 首先知道我们现在当下所现的很多道理 并不是实有的 这个问题 如果不是实有的话 那明明是已经我们看得到 那说明是心所幻变的 心面前所显现的 下面讲的是一塌器 一塌器是什么样呢 说是一塌器是哪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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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见 真当众人不参与的 养当马云更多 仙地温根不参与的 下面是讲一塌器的法相 那么一塌器的法相就是这样的 显现三三相 今天应该也好好的 不是 显现三三相 所取能取相 非正分别念一塌器法相 一塌器法相有显现三三相 第一个显现三中相还有第二个显现三中相 第一个显现三中相我们这里三现是什么呢 一个是除 还有一个是精 身体 这三中相 也就是说对精方面 四法方面 按照威士宗的观点一塌器 它能显现的一个是除 一个是精 还有身体 我们可能下面会讲的 比如说除的话整个七世界的意思 然后这个精指的是五精 色相为除法 六精吧 六精 然后什么是身体呢 我们身体指的是六根 也就是说言而比色是一 中国六根 这六根叫做身 它这里面虽然有意识 但是一般威士宗的观点当中 有时候意识也叫做在身里面可以包括的 这个叫做外善现 善现是这样的 然后第二个显现 第二个显现实际上是它这里讲的 意识和能取分别这三种 它这里的意识是什么呢 意识指的是然无意识 我们愿于阿赖耶上面的我见 这个叫做意识 什么是能取呢 能取是五种根实 眼是二是 鼻是四是 总共有五种根实 什么是分别念呢 分别念的话 凡是依靠意识来断定各种各样的对境 这么样的心态 这是白色的 这是红色的 这样的分别念 所以我们刚才显现三相 依靠三相第一个三相 然后第二个三相 第二个三相主要是从形式上面讲的 大家都知道 从能取方面讲的 这样能取和所取的相实际上是非真实的 这样能取所取实际上是在二前显现虽然是显现 但是它并不是真实的 为什么不是真实呢 我们都知道我们在做梦的时候 虽然有眼耳鼻色神 或者色神香味处 这些都是有这个耳趣 但这个耳趣不是真实的 你看做梦的当下 大家都知道 这是迷乱现象 意识的迷乱现象 所以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圣处 刚才经的第一部现象 还有意识和能取 还有我们的心识 也就是说这三种现象结合起来的 万事万物所有的七世界和有情世界这些现象 实际上是非真实的 不是真实 全部依靠一种没有证悟空性的握知 或者分别力而引起来的 这叫做一塔气 就是一塔气 所以我们应该知道 一切现象都是用自己的心理的 有情世界 七世界 种种形象 有心理 《入中论》当中也是这样讲的 七世界和有情世界的种种差别 全部是我们心安立的 心建立起来的 实际上是没有的 因此一塔气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一样 就是我们的因 因是什么呢 就是外三相 或者内三相 这一点很重要 我们现在懂卫士宗的观点的话 什么叫做一塔气 一塔气 一塔气 就是一 一塔气有 清净一塔气和不清净一塔气 清净一塔气是什么 我们很多都打不上来 这样的话 卫士宗的一塔气的解释方法 应该是这样的 就是 虽然是刚才讲了 虽然显现的过程当中就没有的 但是阿赖耶上面可成熟的这样的习气 也就是善现善现的这样的因缘和种子已经有了 有了因缘和种子有的话 就像我们梦中的迷乱显现一样 就是当下 当前的一切的迷乱显现 就无期而显现 无期而显现 这就是所谓的一塔气的法相 就懂得了吧 明白了没有 没有啊 有还是没有 有的话点头 没有的话就这样 然后 似动非动都怕呢 似动非动就这样 对吧 来 我刚才讲的一塔气 懂了没有 你们用手指数来表示一下 对吧 懂了没有 这是一塔气啊 没动也没办法 没动有巴根尼等 右等没巴念尼等 马尼等那么多 永世之本三尼等 下面是圆城市的法相 研究这个卫生 研究三种法相的人 今天的这几个颂词好好地看一下 以后可以用的声 有些辅导员 自己应该稍微懂一点 不然每次遇到一些难题的时候都绕着去 一辈子都这样绕的话我觉得不是很好 尤其是比较难懂的这些法相名词更要去专注 以前的很多高僧大德都特别难懂的 用了好几年的时间去必须要把它搞懂 这个很重要的 比如说我们翻开很多的资料 卫世宗的一塔气 边际 厌城市比较难懂 我一定要搞懂跟别人辩论 跟别人研讨 这样很好不然我们平时 道友们闻思的时候也不忠于下来之后 白色的价格是多少 茄子的价格是多少 苹果已经说 这里的价格很不错的 那里的价格每天都是讲这些 也没有什么很用的吧 我们还是要深入研究 无有极有者有我平等心 非极无别圆城市法相 下面讲的圆城市 什么是圆城法市呢 实际上就是法界空性 法界空性叫做圆城市 刚才也讲了虽然迷乱显现 但是迷乱显现本体上是不成立的 不存在的 这个本体叫做圆城市 但这个卫世宗的圆城 我们中观所讲到的深一地的空性稍微有点差别 我们中观所讲到的深一地的空性 有无是非 一切细论和一切变全部都会明媚的 都会遣除的 而卫世宗他说边际这些能取所取是没有的 无有 无有的话所有的 刚才迷乱的边际都是没有的 然后这个二空的法相还是有的 也就是说是远离能取所取的 这么一个空性的本体 就像我们密法当中讲的光明或者一些真如如来藏 这种法应该是有的 它这里是无有和还有有者 然后有无平等性 其实这个有和无实际上是平等的 密言当中能取所取的家里的相本来是没有的 生意当中一切万法的真实的本来面目是有的 这两者完全是平等的 所有和受物也是平等的 非击和击 非击的话不是击灭的 也就是说就像我们课程相扎的一些分别念 贪嗔痴这些的 还有寂灭的话从本性光明或者真实的真如方面 它是寂灭的 这两者也是可以分别承认的 还有无分别的话 他这里也可以讲吧 比如说这样的境界 寻使者一般有些分别念的人很难以通达 远离了他能取所取的境界不可分别的 这叫做什么 圆程师 圆程师生意地跟圆程师有点相同 但是中观当中所讲到的生意地一切变都没有 就像《中观根本会论》里面讲一切变的全部都破了 密法的一些大黄黄里面讲的 灯金沃尔的见解也比较高 但是威士宗讲的说圆程师的话 实际上家里的法是没有的 比如说他们承认一个心的光明 心远离能取所取的这样的一种形式 这叫做真如法 这个也是圆程法 但是它是空的什么空的呢 它上面有能取所取和一切二法的现象都是空的 这样的法叫做圆程法 圆程法的法相我们应该是这样承认 接下来还有一个颂词 这五种识如何承训呢 愿于等流法 如理而作意 安住心法界 见义犹越我 彼众称等心 身众积亦无口 平等福朝上 无间无增相 这个讲到我们其实佛陀通达一切万法 就是无有法我和人我这样的境界 我们给别人讲出来的这个法叫做十二七经 也就是佛陀所说的这个法 也这个法从能卷方面讲叫等流 等流我们在这里要懂得佛陀的真正究竟密意 用五个方面来讲 首先讲到愿于等流法 愿于等流法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要证悟不管是任何一个修行人 首先他是在资粮道的时候他会通过闻思修行 我们现在凡夫人也好或者是如意资粮道的时候 通过闻思修行通过闻思修行的时候 我们愿清净的法界或者是空性 这个叫做最开始的机 也就是说我们还没有真正进入圣地之前 它相当于是一个基础一样的 因此在这里佛法刚开始也好 修行刚开始的时候闻思修行很重要的 如果闻思修行的基础没有的话 那其他的五道师弟也好 或者显宗密宗基本的修行和成就非常难得 所以首先我们这里愿于等流法 我自己都觉得我们在座的人不管是什么身份的人 我们觉得我们很幸运的 比如我们现在讲《大乘庄严经论》 真的虽然有时候意思也不是特别明白 我也不是特别明白 你们看你们的态度刚才大多数的人都是这样的 意思是可能有点晕 旋转 有些是左转 有些是右转 有部分的人 我也觉得他们应该会明白 他们是一直这样动了 然后少数人有点不好意思 像机器人一样整个身体都开始动起来了 不管怎么样你们动也好 不动也好 但是确实《大乘经浄安论》 我们前面也讲过很多次 麦彭仁波学说闻思《大乘经浄安论》 有所有大乘的功德 这一点短暂的人生当中 我自己觉得这是 虽然我们可能要花四年的时间当中的部分时间 不可能一年完成了 现在已经第二年了 我也在想今年我把明年的任务什么时候翻译 因为现在很忙就翻译不出来 明年还有最后一年的 如果我们全部能完成的话 应该是在一生当中最有意义的 自己觉得的确是闻法 修法在我们人生当中非常有意义 就去除 并且乃至生生世世都是对自身也非常有意义的 这种力量和光芒其实无心当中跟周围的人也会带来无边的利益 虽然我们可能听课的时候 我听说有些城市里面的道友遇到了父母 遇到了朋友 遇到了身边的人的攻击 需要挑战 需要面对 但是不管怎么样 祷告以耻 莫告以障 有时候我们发越来越深的时候可能障碍越来越多 这也是一种自然规律 在这种情况下大家很坚定地修学 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末法时代 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 我们有大乘佛法尤其是像《大乘经专案论》这样闻思究竟的机会 确实人生当中是最有意义的 所以我们在这里讲到大乘资粮道的时候 愿于等流法也就是说 愿于将来一定能获得佛果的这样的法这是第一步 第二步 如理思维 如理而作业 也就是说加行道的时候不断地去修行 修行过程当中大乘到乱为的时候 乱为的时候它会通达一切诸法除了名称以外没有什么 也许今天很多人都知道了 我们刚才凭着和什么的道理来比喻的时候 觉得一切万法除了家里的名称以外也没有什么 如果你真的通达这样的话说明你已经得到乱为了 可能身体比较乱乱的 然后定位的时候 懂得一切诸法会如梦如幻 如痒痒一样的 刚才前面我们讲到八种幻化的一样 而人位的时候无有所取到最后身法位的时候无有能取 我们越来越上去的时候诸法的境界越来越高 越来越高 这叫做如理思维 慢慢断除习气跟一地菩萨做好应有的准备 这个叫做如理作业 然后安住法心实际上是第三个 也就是说到了一地菩萨的时候 就是一塌气而显现的这些二空正乳 或者说我们显量见到了一切万法 在显现当中虽然有若梦若幻 但实际上不存在的这种道理就像是命中的景象一样 这个从资粮道的时候有比较相同的一种概念 但是到第一地菩萨的时候完全已经通达了 这是讲到第一地菩萨的时候 然后我们颂词里面讲的是 菩萨有与无从二地到十地之间修道的时候 菩就是有的 菩就是无的 为什么说菩有呢 因为菩有其实现象的边际法是存在的 但是真实义当中没有的或者说 一塌即在四处法相当中也是存在的 愿真实生义当中也是存在的这两者是有的 边际法在一切事当中也是没有的 边际法的话麦彭仁波切 其他里面也有边际法不同的分析吧 我们在这里也不讲吧 有时候名言当中也不存在的 像土教 生女的儿子一样的 有些边际法虽然名称上是家民的存在 但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就像四处法一样的 这些到了修道的时候 真正会知道有和无之间的差别 有无的差别才这个时候就知道的 然后彼仲等星这个应该是第五个吧 就是彼仲成等星也就是说到究竟佛位的时候 其实刚才所讲到的一切万法都是等星的 断除了二障 所以这个时候完全通到等星 那么那个时候不管是佛中的如来藏清净无垢也好 平等的超生 无增无间这些境界都会显现的 那么这个时候他这里讲到了五种超生 在大乘佛教当中讲到五种超生 一个是清净的超生还有刹土的超生 获得法身的超生和佛受用圆满身的超生 还有佛的化身和事业的超生 我们下面如果看的话也可以看得到的 一个是清净的超生的话声闻缘觉 他没有像佛一样断除烦恼障和缩字障 他只断除了一个烦恼障的心 烦恼障所以有些阿罗汉 虽然烦恼障已经断除了 但是因为所知障或者习气没有断除的原因 有时候以前当过猴子的阿罗汉也经常去跑 或者以前当美女的阿罗汉 有时候他也看镜子 照镜子 包括钵的钵上面 钵鱼上面 我们现在听说有些人经常在手机上 手机当照镜子 黑乎乎的可能看不清楚 这是断除这个习气 第一个清净超生 第二个是佛陀的刹土 清净的话 因为像阿弥陀佛的刹土一样 受用圆满身的话包括他的大地 受用宝树 甘露 河这些都是非常清净的 声闻缘觉根本没有这样的机智超生 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讲的是法身 像声闻缘觉没有所谓的法身 大乘有法身清净的 第四个是宝生 佛乃至轮回未空之前他的受用圆满身体是不会灭尽的 而声闻缘觉是没有这样的 第五个他的化身和事业清净超生 佛陀有各种各样的化身 各种各样人云自称的事业 但是声闻缘觉没有 这些都是佛陀的超生 大乘的超生 所以我们要懂得五种法也就是说 大乘佛法跟声闻缘也有所不同的 五种超生的差别这些方面 希望你们可以看看 《麦彭仁波切的讲义》里面讲得比较广 我看《安徽论师的讲义》当中 也跟麦彭仁波切的解释方法基本上是相同的 麦彭仁波切在《识量论》还是《大乘经专论》 也是参考过《安徽论师的观点》 里面有时候也会用了一些 因此我们在这里讲《大乘经专论》的时候 希望有时候好像觉得跟自己没有什么关系 但其实并不是没有关系 我们懂得每一个句子的意义 对闻思修行来讲非常有帮助 今天讲到这里 第三集啊 中文字探讲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